大家好 杨堂主继续为您讲述良山好汉 今天为各位讲述浪子燕青 燕青又名燕小矣 是北京大明府人士 自幼父母双亡 由卢家扶养长大 是卢俊逸的新妇家仆 此人遍体化秀 善用弩剑 有百步穿扬之功 是精通相扑 武艺高 而且此人是多才多艺 是吹弹唱舞样样精通 人称浪子燕青 卢俊逸被骗到良山 管家李固平时就与卢俊逸的妻子贾氏有勾当 李固见的机会 就与贾氏做成了夫妻 霸占了卢俊逸的家财 将燕青逐出家门 沦为乞丐 卢俊逸回来以后 燕青将实情告诉卢俊逸 卢俊逸不信 不顾燕青的劝逸 执意入城回府 卢俊逸回到家中以后 李固向大明府告发了卢俊逸是私通良山 卢俊逸被捉 被发配杀门倒 这时候李固买通压戒卢俊逸的董超薛霸 让二人在途中啊 是杀死卢俊逸 就在董超薛霸正要动手的时候 被燕青两箭将二人射死 救出了卢俊逸 就在途中客栈休息时 燕青外出打野味的时候 卢俊逸却又被着追捕的官兵捉走 燕青无力相救 便前往梁山求援 途中恰好遇到下山打探消息的杨雄石秀 杨雄与燕青回到梁山报信 石秀则留在城中啊 打探消息 得知卢俊逸是即将被斩 石秀便独自一人劫伐场 最终因不熟悉城中的道路 被轻护 与卢俊逸一同打入死牢 梁山三大大名府时 救出了卢俊逸石秀 这时候管家李固与贾氏出城逃难 被燕青张顺擒住 卢俊逸获救以后 是杀死了李固与贾氏 燕青跟随卢俊逸上了梁山 落草为寇 东昌府之战时 燕青用弩箭射中张青战马 救下好斯文 后又用箭射丁德孙 使得丁德孙被吕方郭胜生擒 梁山排座次时 燕青排第36位 任步兵头领 燕青听闻晴天柱人员 在泰安州是百类摔跤 两年内了 两年内未遇敌手 燕青便扮作山东货郎 与李逵潜入泰安州 在擂台上燕青将人员大败 太尉高求是率军征讨梁山时 却三番兵败 最终被张顺勤上山寨 宋江想去通过高求啊 这个促成昭安 对他是以礼相待 设宴款待 高求久后放出狂言 说自己相扑是天下无敌 卢俊逸便让燕青与高求比试 燕青施展守命铺绝技 一跤便将这高求啊 是摔倒在地 高求下山时 宋江让萧让岳河 随行听后招安 但二人一到京师 便被高求软禁在府中 后来燕青去见李诗诗 与他结为姐弟 燕青在李诗诗的引荐下 得以见到了徽宗皇帝 燕青趁机将高求 征讨兵败之事啊 奏之徽宗皇帝 传达了宋江早望昭安 愿与国家出力之意 为宋江受昭安 立下大功 后并与代宗定计 从高求的府中 是救出了萧让岳后 最终徽宗皇帝下诏赵安 命肃远景到梁山宣赵 梁山受昭安以后 燕青随宋江是南征北战 隶属于卢俊义麾下 征讨辽国时 燕青随卢俊义 是攻破了太乙魂天象镇 班师途中 在双林镇巧遇固有许冠中 获赠了三进山川城池 关爱徒 征讨田虎时 燕青虽未有突出战绩 但却有着近线三进地图之功 征讨王庆时 卢俊义交战失败 权亏燕青是搭建的福桥 使大军得以保全 而在这减稳的水浒中 燕青则潜入岳江城卧底 策访了西水门守教 胡俊胡威兄弟 并理应外合 协助李俊夺取城池 征讨方辣时 燕青假扮吕尸囊的仗前 于侯与谢真谢宝兄弟 一同混入了扬州城外的定谱村 杀死了勾结叛军的陈关父子 后化名云碧 随柴进炸头方辣 作为宋军内应 清晰之战时 燕青协助柴进是阵前倒戈 杀死了敌将方杰 引宋军攻入邦元洞 梁山大军平定方辣以后 班师回朝 这时候燕青预感到 随卢俊逸前去授封 没有好结果 便私下去见卢俊逸 劝他激流勇退 隐姓埋名 以忠天年 但是卢俊逸不肯 燕青又以汉高祖杀戮 功臣之势劝敬 仍遭到卢俊逸的拒绝 无奈之下 燕青败别了卢俊逸 留书给宋江以后 是当夜便离军而去 从此下落不明 燕青这个人物 可以说是功成身退 但是在后世的书籍中 对燕青的下落是各有说法 在这里也就不一一介绍 但是有一种说法 也许是大家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江湖传言 燕青与美女李诗诗 归隐山林 生而育女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这就是天巧星 浪子燕青 有点可爱的